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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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早上7點整 那為什麼這麼早起呢 因為我昨天發現一家 好吃的早餐店 所以我今天要去嘗試看看 那我們走吧 Let's go Hi 大家早安 這是第二次早安 沒錯 因為我現在已經抵達早餐店了 那我今天早上要吃什麼早餐呢 我今天想吃的是 蛋餅 大家平常就是家裡附近都有早餐店 可是好像蛋餅的種類 就只有10種左右吧 不過我現在有找到一家店 還有高達30種的口味喔 那我現在 就要進去點餐囉 走吧 夜餐 今天要點了30種 我還跟店員用菜單 好 我們最後一份包裝 開始吃吧 這個 看起來像 豬之類的啦 或牛 你看底部還有一點醬汁在耶 肉超大塊的 重點是 這個味道就是 我們常吃的早餐店 就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肉 沒有很乾 因為一般來說豬肉不都很乾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葡萄汁 沒有很乾 吃起來就有點 就是嫩嫩水水的 好 我們來吃第二種吧 這個是鮪魚玉米 我個人是蠻常吃鮪魚的 因為它自己本身的油 我會說是那種 很怪加鮪魚 那種 就是有蜜蜜的 我就覺得它那個油脂非常好 而且 我自己也是喜歡鮪魚類的 我覺得鮪魚跟鮪魚 做餐的是蠻好色 那我們吃第三種 這個是泡白草的肉 其實它這個泡散沒有很辣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沒有吃很辣的 他們的肉就是很新鮮 不管是港幣豬肉啊 還是鮮奶油啊 我覺得都很好 來個第四種 有沒有看到 料超多的 好 先吃囉 我剛剛吃的這個是羊豬牛肉 我真的很誇張 然後它那個味道真的是 到我以為的新鮮到 我剛剛就想說 那牛跟其他牛 都滿像鮮的一樣 很厚 然後料很多 一種 醬 這是泡菜起司機 你們有看到嗎 你看這雞超大塊的耶 而且重點是 你不要看它 那種4塊喔 蛋餅的皮質這樣很厚 然後它的肉裡餅真的很多 Oh my God 我覺得這一道菜真的很誇張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的蛋其實還沒有全熟 好 而且你知道 因為我本身其實就是 因為雞肉 原因是因為 雞肉就會比較乾 所以我覺得牛肉 它那種不熟的 就比較好吃 那沒想到 它的蛋的醬汁 跟雞肉混在一起 雞肉 它的味道也有被體變出來 第六種 默契 默契 這是雞然雞肉粉啊 而且最神奇的就是 它是雞胸肉 然後拿出炸 那我要現在先把這六有吃完 好 那我們繼續介紹六個吧 欸 看到菜了 因為我們真的想吃菜的 鱈魚欸 這個鱈魚超神奇的欸 我現在來吃吃看喔 嗯 今天麥當勞也有賣醋 可是這個味道 鱈魚真的就不太一樣 主要是 我覺得麥當勞太小塊了 這樣講 第八個 松露眼霧 而且它這隻超多欸 不誇張 真的真的 OMG 你知道 鱈魚的口感就是 嫩嫩的那種鱈魚 而且最誇張的是 你們有看過早餐麵 用松露的嗎 在早餐裡面看到都是蘑菇 可是松露眼霧 不得了欸 這真的是太好吃了 不行 我一定要再吃一口 等不到 等不到 再六個了 真的不誇張 不行 而且偷偷把這個這個吃完 太好吃了 很厲害 我這次推薦大家 一定要來吃這個 老闆娘真的是很誇張 你知道這個料都沒有在省了欸 我先把它吃完 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沒辦法等到其他的介紹 第九種 韓式炸雞 重點是 你知道他們的店名把它取名叫做歐巴 歐巴歐巴歐巴 歐巴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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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歐巴歐巴 歐巴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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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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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覺得這道菜不錯的原因 還是因為他很清爽 第一是一種 酥餅 起司 開始囉 快想起我小時候的一件事 我媽 以前就是 會自己買蛋餅啊 自己回來做 因為我們要吃早餐啊 但是她就去大賣場啊 然後買了一整條的酥餅 你知道 現在我們一般太發達了 然後我媽去上班 或是她睡了一覺起來之後 隔天的食物 覺得很神奇的見面 你們在這邊這時候知道 這是我第一把他吃光的 對 沒錯 所以我媽一起走 我就很深切說 這是我要這麼早餐 應該把秋不吃光 比起蛋餅 你更喜歡吃薯米嗎? 來 綠蛇狗 這就是培根蛋餅 一百五餐廳都有 不過呢 不駕駛駛 而且我是大衛王的美食 所以我要讓他不一樣啊 你幫他拿來 他就是起司 喔 超濃 超像 起司的魅力無人的 真的嗎? 來 加在綠根上喔 那我要試試看囉 OMG 你知道你平常設起司 不是都夾在裡面嗎? 現在再隔壞加 我覺得更濃郁了 好 第四三個 這是三人起司 欸 我剛剛還有一個起司 也是好試試 我現在加在看到 你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果然是做店不可惡 你知道現在整個飯上超濃的 我這麼久 我現在想把他充滿起司味 我還有等一下跟 伺服出下一個的味道吧 但是其實真的是剛剛好 還是不要亂夾東西好 玉米蔥花 有一種超級甜的感覺 來 第十五種 欸 你看又是雞肉 不過是什麼雞呢 那就讓我來吃吃看吧 欸 這一吃就知道是太吃雞肉 早餐店現在 這麼口味的好像 是目前在這裡才吃到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嘗試看看 來 第十七種 培根鳳梨 吃到培根鳳梨就想說夏威夷 那已經很大塊 真的很大塊 第十八種 欸 又是牛肉 而且重點是 這個好像是叫 沙沙牛肉 那個肉吃起來 是超像大麥克的 我之前前面吃起來的比 我反倒覺得這個比較好 水果跟牛肉大力有在一起 就是有鎖住它原本是牛肉的水分 所以我覺得這個牛肉是好吃的 牛肉 好 我們繼續把這個牛肉吃完吧 這樣就是第十九種 它是河河河河 第十一種 有肉蜂 第十一種 是青醬 它就是給我加醬 早餐店賣有青醬賣的 這樣子很少見 我覺得這樣是一種新鮮吃法 所以我覺得 它個人口味啦 就是看你自己行不習慣 那種新鮮的感覺 來到第二十二種 嗯 這是火腿煮肉 第二十四種 這專業的 我連吃都不用吃 我就告訴你 他們就是玉米蛋餅 原因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很想要吃玉米蛋餅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試試看告訴你好不好吃 好 好 我要發被喉乾燥 嗯 它就是玉米蛋餅 好 倒是四種 塔香菇 就是九層炭的意思 第二次說換 一堆菇 不過我就是覺得 前面的那個松露眼菇 感覺比較高質 比較符合 我送完 欸剩下五個 欸 那我們要來介紹嗎 不要讓我們不等太久 我們倒數第五種 培根乳酪 我的剛才是乳酪 真棒 倒數第四種 倒數第三種 看起來很大很大的紅色番茄 它叫瑪格麟特 我只洗就是番茄 不要亂誤欸 它就是番茄 大的番茄是不是 不得不說 我擺個蔬菜也太大便了吧 他不知道要吃東西啊 這是野菜起司吧 喔 Oh my God 那這個皮包這麼重啊 我挑的 為什麼要這樣吃起司 喔 喔 喔 讓我們 繼續看下去 我會呢 我都已經接著了 用力量 耶 來到最後一種 那麼 拜拜 嘿 它就是烤肉 很簡單 你只兩個字 就是烤肉 對 啊 終於吃完了 超好吃的 嗯 超好吃的 耶 先講我的戰利品 有沒有超 很美 而且這鍋子超可愛的 OK 原來我們剛剛只吃了二十九一個 因為老闆後來補上第三十個給我 沒關係 還是一樣的 告訴你們到底第三十種是什麼 嗯 我知道這什麼了 蜂蜜劍莫金 因為在本家店裡面 就只有這一個是有劍莫的味道 我剛剛去吃的時候就還蠻明顯 是燒劍莫的味道 反倒是蜂蜜就沒有那麼的蜂 可是劍莫味道還重了 所以有點蓋過去 耶 第三十個吃完了 謝謝 今天的期望是三十個蛋餅 那我心目中的前三名 第三名是 鮪魚玉米蛋餅 我沒想到其實鮪魚玉米蛋餅 我沒想到其實鮪魚玉米蛋餅 不這麼好吃 這一次真的吃起來那時候我會嚇到 我前面那邊吃起來的時候 這個鮪魚真的是讓我 一直現在還在油味的地方 真的是 風味有特 那麼再來 第二名是 沙沙牛肉 因為它有很豐富的洋蔥 再加上它搭配那個 牛肉 加開水真的是 那我今天的第一名是 松露鹽 沒錯 欸你們真的有在早上 看到松露嗎 我覺得這樣也太高級了 那是很好吃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嘗試看看 而且 我今天真的要很趕快 在老闆趴 原因是因為 我就是單純的來 想吃很多的蛋 那他幫我煎了 還幫我大餅 然後還幫我準備一張桌子 不是很謝謝他們 謝謝謝謝 那我吃完 我們現在去結帳吧 走吧 嗨大家 我現在人還在全家外面 因為剛發生了一點小突發狀況 我要去付款 那30個蛋餅的時候 老闆娘是不收我的錢的 原因是因為 他從來沒有看過這麼能吃的女生 他有認出我是Lulu 所以他想作為粉絲請我這一頓 可是我覺得這樣是不太好 因為畢竟人家做蛋餅要成本 而且我也不是說 幫人家打廣告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只是單純想吃蛋餅 可是老闆娘就實在是堅持不收 所以 最後我決定 這一筆錢拿去做公益 總共是1500塊 然後我已經確實 小玩 並且拿到明細了 我希望 全家能將我 跟老闆娘的經意 幫我們傳達出去 因為我覺得這一筆錢 應該是要留給需要被幫助的人 而不是好像免費賺了一餐這樣 那麼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按讚 按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我的影片 追蹤我的IG跟粉專 那我是Lulu 下次見掰掰 按鈴鐺 按鈴鐺 開 regard 破千 aperture